吳君如這日出席疫苗活動 她說14歲的女兒已經打了HPV疫苗針 自己都會管輸女兒健康知識和性教育 經常都提醒一下 因為她始終都現在14歲 剛剛在介乎是一個非常少女的反叛階段 她學校也是男女校 我有時都隨便裝一下她的手機 說一下小小是否跟男生打架 有沒有男朋友 我眼都很直入地問 我都不轉彎抹角 她經常反了我的眼睛 但我覺得她更純 我經常跟她說 你都未發育好 你都未成為一個成年人 是不應該做成年人做的事 其實她知道 我都不太頭痛 她知道那些關係 她知道男女的關係 感情 但可能她真的未有男朋友 她也知道她不應該現在這麼早 有 你明白 這日也是女女伏伏的日子 郡瑜也有送她上學 她不想上學 她很自由 她覺得現在好像在上大學 她可以在電腦上課 然後又在攤上 最主要就是 因為習慣了 人原來什麼都是說習慣 習慣了之後 她說今早要很早起床 我們在網上課 都很早起床 她說那些可以放鬆一點 她會激死 然後兩個星期回來 那就有放鬆了 有放鬆了 好 阿 我 我也 不太吃 filmmaker 好